我沒有帶皮包出來 Hi I'm here 今天要為大家來分享 Voke的收包單元 今天出門的時候 想起了這個兩年前 買的小包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個子 也不高嘛 比較小的 然後這幾年好像流行小包 然後看到這個手提的 這個手提的把手 這樣的小包 做這麼小 超可愛的 元素就是有一點點復古啦 有一點點金色的 我喜歡的元素 還有咖啡色這樣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種小包其實要擠得很擠 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先都拿出來再慢慢 感覺上是要介紹這個包的容量 小叮噹 你看很多布袋 好 都拿完囉 就是這樣子嗎 都拿完了沒了 這是女生嘛 這是補妝的小物囉 那我出門呢 一定要帶的東西呢 No.1一定是手機 那手機我喜歡 很可愛的 然後因為我超愛超愛 happy face的 smiley face 我覺得我只要看到 不管是衣服上 有這個 或者是 任何地方 背包布袋 手帕 毛巾 什麼只要有這種笑臉 我一定就會 把它放在我身旁 這個是當初那個 買咖啡的時候 送的厚厚貼紙 然後我就貼上去 然後我的乾女兒 很愛貼紙 又送我一個這個 小朋友的貼紙 我自己買的 很可愛 介紹這個比較特別的好 這個就是我的 順勢療法的眼睛的藥 美國也蠻流行的一種 是吃個五顆左右的小糖球 然後這個單位是這裡 三十個單位 就是沒有說很高的 那我之前眼睛有那個 前膜炎嘛 所以我吃這個會好 眼睛有時候拍攝的時候 眼睛很紅 就吃這個 它不是藥 它是一種順勢療法的維他命 然後我們在加拿大買的 補貨補好多好多 買了一大堆 這個是什麼呢 認得嗎 漂亮嗎 如果有買這個 這個飾品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因為我最近就是會帶手鍊嘛 那手鍊常常就會到處放 有時候要工作的時候 它不能搭配 我要把它收到包裡 手鍊可以好好的躺著 等一下 然後我就不會找不到它 它也不用在 我們同事的紙袋裡面 漂流了 可愛喔 這個很可愛 記得拿來放錶 因為這手鍊很可愛 這手鍊是他們 他們的手鍊 超長的 一定要無敵長的 電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妝髮的時候 都要跟人家借電電 有時候那個插頭帶很遠 反正我就是喜歡這個 如果有三米的 我也會買三米的 這樣 我不能接受太短的充電線 這個是最近用的 非常好用的 某一個遮瑕霜 裡面有一個遮瑕膏 很方便 搭配一個超滋潤的 萬用色系 火紅 這種就是 我都不喜歡用眼鏡盒 因為我們的包實在太小了 一定包包裡面會有兩部眼鏡 就是一個是墨鏡 是假裝別人不認識我的 其實也是認得出來的 學生 別生氣 這個很方便 這個很好笑 我沒有帶皮包出來 因為我覺得皮夾都好大又好厚喔 我常會把這個 你看都好舊喔對不對 這個是品牌的飾品包 已經你看脫線了 然後裡面有什麼呢 錢 菁巴克德卡 還有一堆零錢 這樣子的話很方便啊 買東西的時候很輕盈有沒有 然後那個發票這樣 多厚都可以疊進去 我去便利商店來做這樣 很方便 這本很推薦 應該是我的造型師 推薦給我這個作家 是日本的寫心詩的作家 他有原文跟翻譯對半 然後有時候 工作不是會一直被打斷或打擾嗎 所以你讀一兩篇詩 其實很快的消化 心情也會稍微能逃離 原有的那種浮躁 好喔 各位Vogue的朋友們 這就是我平常 包包裡面的小物品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換不同的包 為你們介紹不同的東西 下次再見 Have fun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專輯 叫做我好嗎 太陽如常升起 5月16號已經發行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嗯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嗯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